欸 有流星 那不是流星啦 是無人機啦 歡迎光麗呼嘍吧 我是小學徒方寅 我是大廚 曾鴻 大廚 我來考考你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欸 這吳康人又拿著一隻雞 這個 說出來 無人機 沒錯 就是現在話題正夯的無人機 會不會太牽強了 欸 我想很久欸 好了啦 小學徒 趕快開蓋吧 我帶你來見見市面 看看真正會賺錢的無人機 比較實在啦 好吧 今天的菜色是 首先看到的是雷虎 軍工族群最近話題這麼火熱 國內無人機大廠 雷虎跟著水漲船高 他是否有可能挑戰歷史前高呢 雷虎他目前有爭取6款無人機的標案 那其中有兩款 包含是無人機跟無人的直升機 他們都已經在測試 而且一樣產都已經準備好了 重點是他現在的股票 沒有開放信用交易 所以他籌碼比較穩定 未來有沒有機會再挑戰前高 甚至於再創前高 我相信有這個機會喔 接下來看到是中光電 中光電旗下子公司 中光電智能機器人的無人機業務 發展穩定 從軍用純工跨足道的商用 並積極取得歐盟和日本的認證 出貨量是否有望翻倍成長呢 他的子公司這個無人機 已經銷售到美國的警察局跟消防局的使用 而且他股價已經佔上了前高喔 所以說他未來有沒有機會再繼續的往上 我相信這個機會蠻大的 所以投資朋友你可以多多注意 重要的是法人也在頻頻買超這檔股票 所以要多加留意喔 接下來看到的是亞航 收穫於民航機陸續富航的亞航三月創下的歷史新高耶 新產品光鮮陀螺已經完成試產 而無人機則在持續的進行當中 聽起來相當不錯耶 大廚你是否看好他的後世展望呢 因為這家公司 他是專門在修民航機跟軍機的一個專業的廠商 那現在呢也跟很多的無人機的一些公司 在合作有關未來無人機維修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他未來的這個整個產業的前景 算是非常的不錯 那尤其他跟雷虎一樣喔 他目前也沒有開放信用交易 籌碼比較穩定 所以未來的一個爆發力 我相信投資朋友可以多多的觀察喔 哇今天的飛機餐廳還真的很厲害 大廚快端出隱藏菜吧 好我們的隱藏菜就是他啦 因為這家公司啊 國外的主權基金是唯一投資的專業公司 不但如此喔 國際的訂單已經滿手了 近年的營運 渴望一直再往上走喔 那此公司也跟輝達合作了一個平台 所以投資朋友 這家公司你一定要知道喔 大家想知道隱藏菜是什麼嗎 我都會在群組跟大家說喔 沒錯 記得加入股序同學會的LineAd跟Telegram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以及開啟小鈴鐺 胡樂爸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 善導寺附近的路人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同學同學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說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訂閱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